公公张晓明为什么要离家出走长达三年之久 而究竟又是怎样的一条短信让张琴不知所措 他就说要对他母女负责 我看到短信我头就懵了 我说什么母女啊 我想都不敢想 我就打电话给他 他说那个女人生小孩了 说到公公张晓明在外面有孩子的事情 张琴的情绪就格外激动 他怎么都不相信 47岁的公公在外面生个比自己的孙女还小的孩子 他50岁人做爷爷的了 现在到外面就生小孩 他就跟我一个人讲了 所以我现在就心里就很矛盾 我不知道这是他说还是不说 我就不知道怎样怎样做 张琴的犹豫是因为 他并不确定公公所说的这件事是否属实 他不能理解公公这样做 难道就不考虑妻子和子女的感受吗 我小孩都比他小孩大 那说出去就笑死了 张琴觉得公公离家出走三年之久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这个孩子 但让他更觉得不能理解的是 公公为什么要发短信告诉他这一切呢 公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用意呢 好张琴接到的这条短信的内容 的确令自己很难以接受 那么今天他也很希望能够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现在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先有请张琴上场 有请 首先要问一下张琴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想弄清楚公公在外面到底是怎么样 觉得公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他 他肯定是想在外面自己不想回家吧 逃避吧 可是你说如果是真的不想回家的话 找这样的理由会不会太严重了 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我希望不是 我希望我们是想错的 公公离家出走已经三年了 对 当时他出走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平平淡淡的 他也没有跟我婆婆吵架 也没发生口角 什么都没有 就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 纸条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他走了 还留了一个什么厂家的地址 那时候我老公跟我都没有工作 担心他走了之后 我们肯定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他就留了一个厂家的地址 留了个号码 叫我们去打那个电话 去做那样的生意 那他走了之后 对整个家庭有影响吗 当然有啊 我们那个当地习俗就是很重视 就是希望家里面父母都在 都是父母当家做主的 就是说公公在家里面 别人肯定看得起我们 对我们肯定有好处的 那当时公公给你发短信 说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女人 还有了孩子 你把这件事情跟婆婆和你的先生说了吗 我也犹豫了很久 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婆婆讲 我怕她接受不了吧 我也不敢确信这事是真的 我就想现在记者都来了 职业包不住火 我就先跟我姐姐说了一下 其实这件事情对婆婆来说 是一件不小的事情 当然对整个家族来说 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纸中就是包不住火的 而张琴也间接地通过姐姐 告诉了家人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家里人看到 听到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的外出调节 张琴权衡再三 打算先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姐 再让大姐告诉婆婆 直到这个事情后的大姐 也立刻带上婆婆 赶回了家里 是不是在骗你 他说你都这样说的 我觉得不会是骗你 是的 我相信他的人 他就是真的 他不会说假话的 他在外面打工找钱 你是在外面打工 哪会拿钱回家的 他说我不要着急了 他怎么就骗人了 他怎么就骗人了 他老是在骗人了 他说他一回家 就给钱给我 反正是我们的事情 去解决一下你总要面对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你先冷静一下 我真的不想过 我真的 大姐 别别别别 得知这个事情后 张琴的婆婆柴区 一度陷入崩溃的境地 想起来 来自我 赶紧 去 爹 动